全能一妃 废物狄小姐 第101集 任锦萱嗡了一声 一手拉住她的手 另一只手直接揽住她的腰 将她凌空抱起来 闻着她身上传来的淡淡清香味 任锦萱只觉得 自己嗓子都变得有些发热 一边大步流行地朝着屋中走去 一边偷偷地动了一下 六位难受的侯杰 门口早就已经有了两个丫鬟在等候 见任锦萱抱着江死生进来 顿时恭敬地迎了上去 江大夫 请随奴婢沐浴更衣 江死生点了点头 从任锦萱的怀里轻轻下来 双脚虚软 差点没直接摔倒 任锦萱眉头紧皱 大手紧紧地拖住她 盈盈一卧的腰肢 多谢 江死生只觉得她长下来